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术教育家潘公凯走进李潘会客厅 与我们分享中国笔墨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您有一幅作品叫《容》 对对对 然后下面是 喷墨打印的一个底子 上半部分是您的一篇论文 它的英文版 英文版的论文的字幕往下掉 就像下雪一样 对 这篇文章是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 一个美学的研究 那么这篇文章画成 这个雪花往下掉 在一定的意义上是象征着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渗透 或者说是侵入 因为冬天嘛 下雪嘛 毕竟很寒冷嘛 是吧 是一种带有压迫性的 侵入性的一种渗透行为 那么中国呢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呢 其实已经很老了 甚至是很有点老朽了 就是跟中国的那个蝉河一样 这个蝉河叶子都枯萎了 就剩下杆子了 再过两个月子 杆子也都没有了 都烂掉了 所以这个蝉河是被大家解释为 潘老师就是用蝉河来象征中国文化 那我觉得它这个语意 就是雪花掉下来以后 变成 落到水里变成了营养 第二年蝉河 蝉河还会重新盛开 它还会重新从水里长出来 那这个语意 它们大家都觉得很好 这个是一个纯实验性的一个作品 对 然后您也说到 您的人生要过实验性的这种一生 这种创新性 这种实验性 在您生活中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说一个人 他作为一个个体 在这个科体世界当中生活 他有一个最最基本的生命的冲动 这个生命的冲动不仅是人有 我估计连动物也有 就是他会在某一个时期 就特别有生命力的那一段时期 他会希望通过自己生命的冲动和创造 来体验它的存在感 每个人都想 都想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我活了一辈子 就像没活一样 那太亏了 我一定得想办法 要活出我的精彩 是吧 那这个 这个是所有的动物 生命都有这个要求的 所以就是说创意对一个艺术家来说 几乎就是他的生命 艺术家就是为创意而活着的 他不做创意艺术家做啥呢 没事干了 所以创意在人生经历当中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这个创意是 可以表现在各种方方面面 也不一定要做艺术家 你做别的也可以当创意 你比如说卖东西 你卖得比别人好 也是创意呀 你有办法是吧 就算你什么都不会 但是你长得漂亮 你衣服穿得好 也是创意呀 得到大家的肯定 那所以创意是无处不在的 那创意体现了一个人的生命的活力 所以创意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现在那么耐力地在工作 也就是因为创意会 对我带来愉快 很开心 潘公凯的人生 用现在的流行词语 可以说是斜杠人生 他是一个画家 延续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艺传统 形成独特的风格 他一生从事教育 先后担任两所中国顶尖美院的院长 他赚注和整编的近20本书籍 深刻地影响了美术界的学术研究方向 成为众多美术学者和创作者 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他还热爱建筑设计 他主持设计的宁海美术馆 宁海大剧院 勇家欧瑶博物馆等等 将艺术的美感与建筑的实用性巧妙结合 创造出独具魅力的空间 您的这个创意跨度也太大了 不仅是这个绘画 您现在忙的是这建筑 对 没有学过建筑 但是却设计了这么多的 非常漂亮的建筑 而且现在还在不停地设计 然后这个建筑落地 当您看到一座一座的建筑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您的那个创意 就像花儿一样 一朵一朵地开放 对 这个挺开心的 开心 我觉得你以后也可以去试试 家里面装修得漂亮一点 自己设计嘛 这也是一种创意的视线 对啊 其实这个问题呢 也其实也关系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老师怎么教育和学生怎么受教育 现在我们特别强调 学校的课堂教育 其实过于强调课堂教育 其实也是一种偏颇 实际上人 年轻人 从社会当中学到的 应该是比课堂更多 现在我们 这个对年轻人的培养 不太重视 社会 社会当中的这种学习 而且也不太重视自学的能力 其实自学的能力 非常非常重要 潘先生 我们是一个读书节目 所以呢 我特别想问一下 做一个艺术家 他需要阅读吗 阅读对一个艺术家 或者对一个人来说 有多重要 我觉得阅读特别特别重要 阅读 对一个个体的人来说 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 通过阅读 通过阅读 你怎么知道文明呢 所以一定要读书 所以现在的Chart GPT 这种大模型 大平台给年轻的孩子们提供了最最方便的 获得知识的这个途径和工具 但是反过来也有很大的忧虑 获得知识太容易了 而且这个知识是完全是碎片化的 是他教你 不是你自己把它贯穿起来 是他把现成的做好的一盘菜端到了你面前 不是你自己去炒菜 对 你不吃炒菜 你都不知道这个菜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会 我觉得是后面的年轻人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估计是会形成一个缺陷 现在读书的条件太好了 跟书本弄得特别可爱 画了好多画 那我说小孩子不画画他就不读了 就是等于说是你单纯的文字书 他就会觉得很难受 他就很枯燥 这个其实是在降低年轻一代的 读书的那个能力和兴趣 以前没有插图 书也很差 但他照样兴趣很大 现在书做得越来越精美 越来越贵 然后小孩子根本就不爱乎的 稍微翻两页就扔掉 稍微翻两页就扔掉 我的小外孙女就是读书 翻两页就扔掉 扔得好好看 他就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这个孩子教育问题 是挺复杂的 读书很重要 真的读书很重要 所以我说你这个节目很重要 谢谢范老师 对对对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采访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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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 Bets gar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